却说曹操正在军中 与珠江一事 人报徐州有战术到 曹差而官之 乃刘备书也 书略曰 被自关外的败军言 伺候天各一方 不及驱逝 向这 尊负曹侯 实因张恺不仁 以致被害 非逃公组之罪业 穆金黄金一孽 扰乱于外 董卓于党 盘踞于内 愿民工先朝廷之急 而后私仇 撤徐州之兵 已救过难 则徐州姓慎 天下姓慎 曹操看书 大骂 刘备何人 敢以书来劝我 且中间有讥讽之意 宁展来世 一面竭力功成 国家建约 刘备远来救援 先礼后兵 主公当用好言达之 以满背心 然后进兵功成 成可破野 操从其言 款留来世 后发回书 正商一间 忽留兴马飞 谁报获使 操问其故 报说吕布已袭破眼周 近距蒲阳 原来吕布自遭礼 过之乱 逃出武官 去投袁术 术冠 术冠 吕布反复不定 聚而不纳 投袁绍 邵那之 吕布供破张印于常山 不自以为得之 傲慢袁绍手下将士 邵于杀之 不乃去投张阳 杨那之 使旁书在长安城中 私藏吕布七小 送还吕布 李绝 郭四之之 遂展旁书 写书于张阳 交杀吕布 不因弃张阳 去投张淼 恰好张淼帝 张超引成功来见张淼 宫说淼曰 今天下分崩 英雄并起 均以千里之重 而反受制于人 不义比乎 金曹操争东 眼周空虚 而吕布乃当时勇士 若与之共取眼周 霸业可涂眼 张淼大喜 便令吕布袭破眼周 随聚蒲阳 只有眷城 东厄 犯县三处 被寻遇 成遇涉及死守的权 其余拒破 曹仁屡战 皆不能胜 特此告急 曹文豹大金曰 眼周有诗 史无无家可归矣 不可不及图之 郭家曰 主公正好卖个人情 与刘备 退军去赴眼周 曹然之 及时达书与刘备 拔债退冰 且说来驶回徐州 入城建桃千 城上书闸 严曹兵已退 谦大喜 差人秦孔荣 田凯 云长 子龙等赴城大会 隐验寄笔 千言玄德于上座 拱手对众约 老夫年迈 二子不才 不堪国家重任 刘公乃帝时知青 德广才高 可令徐州 老夫情愿起嫌养病 玄德约 孔文举令背来救徐州 为义也 今无端聚而有之 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人意 你逐曰 今汉是凌迟 还与颠覆 恕公立业 正在此时 徐州阴赴 户口百万 刘氏军领此 不可辞也 玄德约 此时绝不敢英明 陈登约 陶府军多病 不能适时 宁公勿此 玄德约 原公路四十三宫 海内所归 近在寿春 何不以周让之 孔荣约 袁公路种种枯骨 何足挂齿 今日之事 天与不去 会不可追 玄德兼职不肯 陶谦七下约 君若舍我而去 我死不明目以 云长约 既成陶公相让 兄姐全领周氏 张飞约 又不是我强要她的周郡 她好意相让 何必苦苦推辞 玄德约 如等欲献我于不一言 陶谦推让再三 玄德只是不受 陶谦约 若玄德必不肯从 此坚尽义 宁曰小配 足可屯君 请玄德赞助君此义 以保徐州 何如 众皆劝玄德留小配 玄德从之 讨千劳君以弊 赵云辞去 玄德指手挥泪而别 孔荣 颜凯一个相别 隐君自毁 玄德与官 张寅本不均来之小配 休气成员 抚育居民 却说曹操回军 曹仁接战 严吕不是大 更有陈宫为辅 眼周 濮阳以施 其眷城 东阿 范县三处 赖寻玉 承玉二人设计相连 死守成郭 操曰 无料吕不 有勇无谋 不足律也 叫且安营下债 再做商议 吕不知曹操回兵 以国腾县 赵副将薛兰 李峰曰 吴玉用辱二人久矣 如可引君一万 坚守眼周 吴亲自率兵 前去破曹 二人应诺 成功急入建阅 将军弃眼周 愈何往乎 不约 吴玉屯兵蒲阳 以成顶足之势 攻约 插分 先兰匕首眼周不住 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 泰山路险 可负精兵万人在比 曹兵闻师眼周 必然背道而尽 待其过半 一击可勤也 不约 吴屯蒲阳 别有良谋 如其之之 遂不用成功之言 而用薛兰首眼周而行 曹操兵行至泰山险路 郭家约 且不可进 空此处有伏兵 曹操孝约 吕布无谋之辈 故交薛兰首眼周 自往蒲阳 安得此处有埋伏业 叫曹仁领一军为眼周 无进兵蒲阳 速攻吕布 成功闻曹兵至近 乃献级约 金曹兵远来疲困 立在宿战 不可养成气力 不约 吴匹马纵横天下 何愁曹操 带其下债 吴自勤之 却说曹操兵进蒲阳 下周债角 此日 隐众将出 陈兵于也 曹立马渔门骑下 遥望吕布兵道 镇远处 吕布当先出马 两边排开八元建将 第一个燕门马一人 姓张 明辽 自文远 第二个泰山华阴人 姓张 明霸 自宣高 两江又各引三元建将 郝蒙 曹姓 成连 魏絮 宋县 侯承 不均五万 古生大振 操之吕布尔炎月 吴语辱自来无仇 何得夺吴周郡 不约 汉家城池 诸人有分 天而合得 便叫脏霸出马诺战 曹军内乐金出营 两马相交 双枪齐举 战到三十余和 胜负不分 夏侯敦拍马便出驻战 吕布镇上张辽 截住厮杀 脑得吕布兴起 挺起咒马 冲出阵来 夏侯敦 恶劲接走 吕布掩杀 曹军大败 退三四十里 不自收军 曹操输了一阵 回战与珠江商议 于晋约 末今日上山观望 濮阳之息 吕布有一战 约无多军 今夜必将为我军败走 必不准备 可引兵机之 若得债 布军必聚 此为上策 曹从齐言 戴曹洪 李典 毛戒 吕钱 于晋 殿位六将 悬马步二万人 连夜从小路进发 却说吕布于债中劳君 陈宫曰 西战是个要紧去处 躺获曹操喜之 奈何 布曰 他今日输了一阵 如何赶来 宫曰 曹操是极能用兵之人 须防他 攻我不备 布乃波高顺 并未许 侯承引兵 王守西战 却说曹操于黄昏时分 引军之西战 四面突入 债兵不能抵挡 四三奔走 曹操夺了债 将其四更 高顺方引军道 沙江入来 曹操自引军马来营 正逢高顺 三军混战 将其天明 正惜古生大振 人报 吕布自引旧军来了 曹其债而走 背后高顺 魏絮 侯承赶来 当头吕布 亲自引军来到 于晋 乐尽双战 吕布不忘 曹望北而行 山后一彪军出 左有张辽 右有脏霸 曹时吕前 曹洪战之 不利 曹望西而走 忽悠海生大振 一彪军至 郝蒙 曹姓 成年 宋县四江拦住去路 众将死战 曹当先冲阵 邦子响处 渐如咒语射将来 曹不能前进 无计可托 大叫 谁人救我 马军队里 一将涌出 乃点为业 手挺双铁脊 大叫 主攻无忧 飞身下马 插住双脊 取短脊时数之 携在手中 故从人曰 贼来时不乃乎我 随放开脚步 冒见前行 不坚数时其追至 从人大叫曰 时不已 为曰 吾不乃乎我 从人又曰 吾不已 为乃飞计辞之 一己一人坠马 并无虚发 立杀十数人 众皆奔走 为父妃身上马 挺一双大铁脊 冲杀入去 好 曹 成 宋四将不能抵挡 各自逃去 点为杀散敌军 九处曹操 仲将随后也到 寻路归寨 看看天色傍晚 背后喊声起处 吕不仲马 提及赶来 大叫 操贼修走 此时人困马乏 大家面面相去 各欲逃生 正是 虽能暂把重围托 只怕难当境敌坠 不知曹操性命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也不知曹操性命 对 小谷 不知曹操性命如何